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人们在陕西浮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青铜器轿舱 出土了一百余件青铜器 其中最有名的是这件精美的墙盘 墙盘名文记载 周招网率领着惊奇烈烈的车马 铠甲鲜明的整齐六师 集中全国兵力胆下攻打楚国 周招网率军渡过了汗水以后 就是遭到了楚人的用游击战术的这种抵抗 主力避而不战 然后不断地用小部队去骚扰 导致这个周人疲惫不堪 最后呢被迫北撤 这场战争的结果出人意料 周招网这次亲自带领六师浩荡而来 而楚国只有区区两万兵马 没想到战争持续了八年 据史料记载 在第二次战争中 周朝军队在汉江边几乎全军覆没 在第三次战争中 周朝王落水而死 这个史书上记载呢 说碰到了天大义 碰到了这个灾疫的天气吧 那部队正来通过的时候 湖桥突然的淡开了 所以他的六军呢 有不少的都掉到水里淹死了 周朝王本身 他没有做 没有通过这个河桥 他是坐着船 可是这个船也很乖 坐在中间呢 这个船呢 这个昏窄了 就掉到这个水里淹死了 那这最后就说成是怎么呢 这个船是丑人坐了手脚 那么丑人装扮成船夫 用这个胶 把这板子临时粘起来 粘成船 等到船到江西的时候 经过水的浸泡之后 那么这种船 他就经过溶解之后 他就散了 虽然战后楚人 被迫迁到更南的长江北岸 但是楚人在战争过程中 表现出的战斗力令人震惊 连楚人自己都没有想到 在漫长的折服期 他们已经积蓄了 如此强大的力量 与此同时 长期生活在 飘汉号站的少数民族中间 楚人血中的尚武精神 远远高于中原人 两百年间 他们的骨骼已经变得粗壮 他们的身上已经长出了快快鸡肉 他们下意识的一身手 就可以让老迈的周王朝 拴一个跟头 周昭王的南征 彻底伤了楚人的心 在为周王朝做了那么多贡献之后 他们仍然像伤王朝时期那样 被当作可以任意为烈的蛮夷 楚人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向中原王朝表示公顺 并不能保护自己 唯有国家强大才能生存 从雄义到雄区 四代楚国国军 全力在江汉一带 经营自己的国土 他们一方面 与周围的方国部落 巧妙周旋 站稳脚跟 另一方面 碧鹿蓝旅 辛苦开发 急需力量 西州末年 楚人终于等到了一个 千载难逢的机遇 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分火洗珠后的周游王 被劝荣杀死 周王室势力不断衰微 竹后之间开始相互攻发 历史进入春秋时代 在多年积蓄力量之后 出国利用周王室衰落之机 西征雍国 东宫阳岳 一直打到湖北东宫一带 一直被动挨打的出国 如今终于要向外扩张了 中原王朝不是把王作为不可挑战的最高权威吗 楚国第四代国军 尝尝满尼的厉害吧 楚王雄渠的这一惊人之举 发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信号 楚国要使天下花木相抗 天下花木相抗 他发出了一个这样子 在这一终于是